剛才講的 這件事情大家非常火大 或者是非常恐懼是 現在真的 越來越朝向是米酵俊酸 為什麼是米酵俊酸 這代表 這一家店的食品處理 非常不到地 非常不會生 你的處理根本就是像印度 像莫山比克那樣子 才發生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這樣你到底 你到底你的食材儲存多久了 你的食材到底有多麼不會生 你的食材到底有沒有管理 這也太可怕了吧 對 保安哥 那現在最怪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我剛剛看到一個最新消息 他的廠商有提供他叫貨的時間 叫貨的時間你知道幾號嗎 12號 16號 23號 但最怪就怪在這邊 因為他整個16號叫到19號就出問題 對 對不對 12號叫到19號就出問題 甚至你在23號還有教授 24號有沒有出病例 有 24號也有出病例 最新三起病例 對不對在南部地區 今天才發現 鐵機到第17 所以大家講這實在太怪了 到底你的管理跟管控到什麼 因為如果按照廠商 提供給你時間 不應該出這個狀況 但就在今天 因為包括衛福部他們 中央主管機關 招了6個毒物專家在討論這件事情 有一個特徵是特確定的 這個案情真的是又快又急又猛 到現在為止 他們有沒有辦法排除 有他人下毒的可能 沒有排除 還沒有辦法排除 他們就說有可能是中毒 也有可能是他人下毒 所以大家最後在歸根就底 這個原因說 最有可能就是米酵菌酸 你知道為什麼是米酵菌酸嗎 這米酵菌酸有這麼可怕 當然 因為這個米酵菌酸 我先講他的特性 第一個他優生於玉米也好 米也好很容易從當中的 脂肪酸去發酵 你只要給他特殊的 包括我們講 椰毒甲單胞菌 他就會產生病變 但這個椰毒甲單胞菌 從來沒有在台灣發生過 而且他如果一旦產生了 這個酸 可怕在哪裡 100度的高溫都阻不死 殺不死 殺不死他 而且他可以耐受 於各式各樣的環境之中 22到33度 等於是日常的環境當中 而且他最可怕的機制在哪裡 他會阻斷人的這種 ATP的這種處理酶 什麼意思 讓你的細胞吸不到養分 讓你的細胞吸不到能量 一切作用功能把你阻斷 所以保健看懂了嘛 所以才會腎衰竭 肝衰竭 對 所謂的器官衰竭 就代表說他的細胞 沒有辦法正常的做工 沒有辦法正常的運作 能量完全吸取不到 所以這個病就這麼可怕 這個病菌剛剛講的 你殺不死了 你沒辦法處理 而且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他會阻斷你所有的養分的吸收 然後你就會腎衰竭 肝衰竭 那這個病怎麼會來的 對 而且無藥可救 最重要的是他現在無藥可救 只要你得這個病 自殖率至少四成到一成 都有可能會死亡 那他唯一的治療方法是什麼 被動治療 正面治療 積極治療 就是說我提供你身體足夠的養分 包括葉克膜等等 靠你的自我的療癒 對 只能期待你自己好 只能期待換肝 只能用這種方法 所以各位 你現在就看懂了 為什麼大家講說 最有可能是米酵菌酸 因為現在不管我們的四個案例 到斜至目前為止的症狀 都只有這種特殊的病序 能夠符合他的描述 好 我們在這一段裡面 也特別邀請了毒物專家 高大成 高博士 來吧 我們解讀 這個到底怎麼回事 剛才講米酵菌 那不是台灣都沒有嗎 在台灣沒有的狀況下 你連那個包子都沒有 你怎麼可能在台灣生成 而生成之後 他真的沒有藥醫嗎 他生成之後 真的一百度的水都殺不死嗎 好 高醫師 你好 你好 好 高醫師 你昨天大家還在猜測說 有沒有可能是人為下毒 因為這個跟過去大家的食品安全 跟食物中毒都不一樣 人為下毒的可能性很高 你說沒有 這個不會 排除人為下毒 今天所有的訊息 症狀 都傾向說它是米酵菌酸 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毒 這個毒真的有那麼可怕嗎 這個毒真的 你吃到身體裡面 第一個 一百度的水都殺不死 浸到身體裡面 肝腎衰竭 而且敗血性的休克嗎 好 我們現在先從 為什麼不是人家下毒的來說 第一它是時間不同 時間不同 分個好幾天 沒有人下毒那麼大膽 天天去下毒的 然後再來就是連數不一樣 就是說 不是一次就有吃這個 都出事 沒有 它也是兩三個四五個這樣 不是固定的 再來是沒有動機 除非你都對這個店家有仇 對 譬如說你以前 他沒有給你薪水 或什麼樣 以前對店家有仇 這個 不然其實這個 產生問題的人 沒有同一個情況 就是說沒有 每個人都有 群才醜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下毒的機會 應該是 我想是接近零的 好 那現在 真的是因為食材處理的 不當才造成這樣的狀況 那這個食材到底怎麼處理的 這個病菌過去在台灣從來沒有過 沒有過的病菌在台灣 怎麼可能發生 是 所以這個就要追溯到2020年 在大陸有發生過九口 吃了那個木耳的冷盤 對 跟那個麵條還炒飯 然後死了六個 四年前喔 然後在這中間就出現 兩三個 三四個 兩三個這樣 都不是沒有那麼多 一下出來六個 可能大陸會掩飾案情 對 我想一定不只這樣啦 一定一直發生 已經知道就 你不可以再說了 要繼續 所以喔 我想這個從 我認為喔 因為你中毒的人喔 不一定吃到同一個東西啊 因為有吃麵條 有吃炒飯 有吃什麼 所以是不是 他在炒飯 或是在炒麵條 米條的 核粉的過程當中 所用的佐料的問題 喔 所以你說 不是鮭條的問題 是這個佐料可能出問題 現在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在解剖的時候 當然是先從頭部解剖 對 如果有聞到特殊味道 我們就可以考慮什麼中心啊 譬如說你開頭 解剖下來的時候 就聞到一個性能味 你會知道是青酸甲的重途 如果你聞到蒜頭味 你知道是P痠的問題 如果 聞到糖果味你就知道糖尿病 如果阿摩尼的味道你就知道肝臟的問題 所以先從頭先開 因為你開頭 味道太重 你會聞不到 對 我們已經考慮到是十分重的 因為如果是 細菌以後病毒性的問題的話 他也在短期間就會造成死亡 他不會慢慢慢慢 拖到一個禮拜才死 這細菌應該病毒性不拖那麼久了 因為他有一個電風 起來 一旦電風就撞起來 不再一直拖起來 所以我認為病毒性跟吸引性的東西 可能比較少 應該是毒藥物的問題 下毒不可能 那再來就 找看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解剖說 要採胃的內容物跟血液 去做培養 去做化學檢查 還有肝腎的組織要去做檢驗 去做培養 如果真的有 有特殊的東西出來 那當然是最好 可是如果驗不到東西 問題就是我們剛剛 你剛剛有說那個米酵腎症的問題的話 他在一個mg就會造成死亡 所以在我們身體全部的稀釋下 我們可能會找不到 你的肺 你的肺有3-4-7-4 肌肉又不逃 加到1mg就是4 你看要找到就比較困難嘛 所以可能到最後要小心 可能這個會有一點 驗不出來 可能性不是沒有 好 那剛剛講的 這個店家真的是 食品安全做得非常爛 根本沒有保溫沒有保存 然後他的食品衛生很差 才會釀成這種 這個是問題嗎 不過老杰哥我跟你說 他可能不是因為 因為不乾淨不清潔 手造成的問題 那不然呢 應該是他添加了一些不需要的 可能裡面有含有 我們考慮是米酵 就米酵腎症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會不會含有這個東西 然後刪進去 然後被吃到才造成問題 我想應該他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可能要問那個廚師 看他有添加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看他要不要真的講出來 這樣就比較好查 不然就 他可能添加這個東西 添加可能不是台灣生產的 可能從國外拿回來 從中國拿來的 如果真的是台灣的東西的話 我們早在以前 就會發生過死亡的病例 就是說現在還會死 對 除了你這個細菌變種嘛 不可能在一天變種 所以這個也不可能 所以我認為 外來的東西可能性會比較高 好 那另外現在有一個 對大家比較困惑是 同時有兩個人同時吃這個草龜鴨條 為什麼一個人重症 一個人好像沒什麼事呢 對 所以這個就是毒物 他沒有炒的很擴散的很明顯 所以就是說沒有很輕人的事 你吃著比較沒毒的那個 你沒什麼事 你吃著比較有毒的 現在比較有毒的 你倒閉了 我這個可能性是很高 你沒有炒得很糟糕 你就對了 對 我的感覺是這樣說 是不是這樣問題 是 好 謝謝高醫師 我們大家希望 是嗎 謝謝高醫師 大家希望這個結果的結果 能夠趕快告訴我們 不然這個社會 現在已經非常的惶狂